折就率 因为待会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不谈折就方法了 因为这是出话里面有提过的 所以待会呢 折就方法里面呢 我们就会跳舞开 好 同学很累吗 好 有一位同学呢 从经常睡到现在了 是不是 如果太累的话 是不是要 回去睡比较干脆一点 至少你下午的课 可以比较有精神上课 如果大家很想睡 当然我说你可以 去洗把脸 我会建议 你可以走出来去洗把脸 就是呢 如果你要一直睡 其实我会比较建议 就是干净你回去 好好地睡 所以你睡饱了 至少早上睡饱了 你下午的课还是精神做 上课 那如果你在课堂上 没有办法听课 然后你这样的睡觉 你睡得平时不好 你下午一样精神不好 那反正就会比较 一整天都到这边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上课 那你觉得你需要回去睡觉 你跟我讲一声 也可以了 我不会做什么六点的记忆 只是你要常常做好的 常常想好 不要把你忘记这么困难 你经历不是很好 可是太常出现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339页 好 定律地减法 我们刚刚讲定律地减法的折就方法 定律地减法的折就方法 都配数一个地减法一样 刚开始计算折就的时候 都不考虑成值 那计算方式是账面价值去乘上折就率 那定律地减法 那定律地减法的折就率的计算 那定律地减法 如果没记错是这样的计算 账面价值去乘上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因为是一开始就是 它的公式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说 它的折就率是百分之二十 好 但是你要记得 它也是一个什么 地减法 为什么地减法 因为你的被乘数二十五%不变 但是你的 你的被乘数二十五%不变 但是你被乘数 帐性价值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最后算出来的成绩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它是地减法的折就方法 好 所以这个是 因为我们待会不想折就方法 我们这个出版里面提过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说这是X0年的时候 701号买的 然后第2月30号呢 公司呢 这个交换台南公司铺基器 那这个交易呢 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这个机器呢 供允价值 再换出去那些是250万 那换进来的是300万 好 所以呢 大家是什么 大家是什么 在商场上面 人家把五十万分之三百万 要换你的蛋 所以你要付另外的五十万 好 所以呢 台北公司要付台南公司五十万 来交换 然后换入这个机器的 那要连现五年 没有残值 才平均法 直接折就了 所以这个平均法就是实现法 好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来做 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算 它的账面价值 它的账面价值呢 成本是四百万 但是呢 它的账面价值 它到差六年嘛 对不对 差六年 对不起啊 没那么差 差二年的六月三十号 就再换 我想要差六年 好 所以第一个 差零年就只有半年 所以是四百万 账面价值四百万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好 乘上二分之 我们现在只有半年 好 所以呢 四百万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是一百万 好 四百万乘百分之二十五 除二 所以是五十万 第二年呢 就是四百万的年始成本 减掉五十万的账面价值 对不起啊 减掉五十万的累计折就 全上百分之二十五 那差一年是一整年哦 所以呢 我是三百五十万 全上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是八十七万五千 那第三年呢 就是差二年 換六月三十要换的啊 所以我要先提前半年的折就费用 然后我的折就费用呢 是差二年初的累计折就是多少 是一百三十七万五千 这两个加起來 一百三十七万五千 这两个加上乘三十六万 乘三百分之二十五 乘上二分之一 好 层上百分之二十五 除二 好 最四三二八六 好 好 他現在要做的是假設 我要做X 好 我們做完了看一下X0年 折就 他要只問你折就 那就不用寫分明了 那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為了很清楚他怎麼做起見 我要提醒你 X2年6月30號交換的時候 台北公司先提半年的折就 借折就費用 328125 待累計折就 這樣你才有把這個折就費用呢 把累計折就調整到出售當天為止 這樣才會得到出售當天為止的帳面價值 那他交換的時候 因為他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說不具有商業實質的話 你要把什麼 交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你付的現金 減掉你收到的現金 好 你不是付現金 就是收到現金 不會兩個同事發生啦 好 那這個例子裡面呢 因為我付現金50萬 好 我先把它寫出來 那我換出去的資產呢 機器設備 好 為了怕我自己亂掉 我就寫就 不寫寫換出也可以 好 我換出去這個資產 免費的成本是400萬 那我的累計折就 到現在為止 就這三個加起來 好 瑞士1375加上137500加上328125 瑞士1703125 好 那因為它是什麼 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拿換出去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我付的現金 所以我的機器設備 新的 或者是你要寫換一個也可以 好 所以我的帳面價值呢 是 寫掉400萬 好 然後呢 又付了50萬 所以是2796875 2796875 好 你看一下借貸方有平衡 借貸方要有450萬就對了 好 這樣沒錯 這樣看懂嗎 這個例子因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拿換出去資產的帳面價值 加上我付的現金 當作我換利資產的入帳成本 好 這是課本上面所借的 所寫的 然後現在呢 它要為你差二年的折就費用 好 差二年呢 好 因為我把這個例子做完好 所以重點就是我要知道這個入帳經了 差二年的下半年 這是上半年 所以是2796875乘上五分之一 因為它說呢 可以用五年 五年之後沒有殘值 對 然後用平均法就是直線法的意思 好 二分之一 半年而已 好 所以呢 2796875除5除2 好 所以是2796279688 然後如果差三年呢 就是什麼? 這個金額乘上五分之一就好 這個金額乘上五分之一就好 好 這一就是 2796 559375 好 這是從差零年的一、二 這兩個要加起來喔 因為它無論你 差二年的折就費用 以及到差三年的 五月的折就費用 大家看懂嗎? 好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大家要先知道 你怎麼去承認 你換入資產的入障之內 好 有沒有問題? 我這裡改一下 我把它變成是 具有商業實質 這個例子我可以改 我把它從 不具有商業實質 改為具有商業實質 請問一下 其他的例子都沒編 原來的成本 折就方法定律遞檢法 然後呢 殘值都沒編 然後 販入資產一樣 會用五年 用平均法律的折就沒有殘值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 在那個 具有商業實質之下 差二年 你的折就費用 以及差三年 你的折就費用 然後 販入資產 用編 你這樣好寫嗎? 嗯 沒有桌子 好 那你可以上來寫看看嗎? 這個 張藝登錄或者是 擦了年 下半年的折就費用 我給你嗎? 判定 您的姿勢 是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应该有什么意义 要听到大家应该有的学习态度 但因为可能今天待会要花考证 所以大家都知道 待会一定会点 就花考证的时候 就会知道谁来谁来 所以虽然你百般不愿意坐在这里 听这个课程 但是你还是会慢慢点 因为你不愿意就点到哪里来 但是有意义吗 所以我说我不是纯粹 直接告诉大家快递怎么做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 自己对自己负责 你对自己负责 其实你也是尊重 其他的人也不是 我觉得我很满意在上课 我觉得我很用心在希望 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我也觉得我很用心在想 我怎么去把该有的观念 基本的逻辑告诉大家 但如果大家真的是上诊 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 我真的也觉得说你有要勉强 因为我相信就算你都来了 考试出来的结果不好 也不会因为你每一堂课都来 就会让你负责 学习的目的不在于过跟不过 我觉得是要对自己负责 未来以后人家说你学过会计 好那你告诉我 这个这个教育发展你该怎么做 你怎么可以说出了什么语言呢 好 严禁于此我就开始往下讲 如果你是具有商业实质 那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具有商业实质的话 你要去算出来你出售当时候的账业价值 跟它的功业价值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因为它有告诉我说 这个换入机器的功业价值是三百万 但是我必须 这个三百万我不是以物易物 所以换出资产 对嘛换出资产是两百五十万 所以我换出资产的功业价值 要跟我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来比较 决定出我的处分损益 你要写处分资产损益 你要写交换资产损益都可以 因为在你的资产在你的损益表放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 好 那因为我们前面 不管你是后面的交换是实质 或者是不具商业实质 其实都不影响 我这钱 好 X00到X22年所提列的折旧都是什么 都是1703 125 好 那我的账面价值就是可以已经告诉你说 我的账面价值是2796875 因为我如果是 对不起 应该不是 400万减到1703 这个是加了50万 所以400万减到1703 125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是2296875 它这里告诉你它的公领价值 这个时候我的账面价值 这个时候我的账面价值 我的账面价值呢 是400万 去减掉1703 125 所以我的账面价值是2296875 它这里告诉你呢 它的公领价值是250万 所以这中间的差 你就知道你的储分利益有多少 因为什么 公领价值比较低 账面价值 对不起 公领价值比较高 账面价值比较低 所以呢 我的储分利益就是203125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呢 我的分路会怎么写 好 差2年的6月30号 那个折旧一样 好 因为我说了 这个折旧份你一定要写 因为分路写上去之后 你才能够知道 你处分当天为止的账面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借折旧费用 代累计折旧 好 我都会不骗齐 你再把这个分路写出来 就告诉你哦 你一定要把折旧费用计算到你处分当天为止 因为处分当天才能够得到你的账面价值 处分当天为止账面价值 所以是328125 好 接下来呢 我的交换 我取的 我怎么样呢 我先把我的累计折旧 好 我的累计折旧呢 到X2年的6月30号为止 都是1703125 那我换出去这个机器原始成本 换出或者是写旧也可以 假设我就写旧 比较简单 好 是400万 我又付了现金50万 我用这里先告诉你说 我产生了处分利益 20万370125 因为我把换入机器 新的机器用它的账面价值入账 账面价值300万 这个新的机器账面价值是300万 工业价值 因为具有商业实质 我改了哦 我把刚刚看本上面列个例子 原来是不具有商业实质 不具有商业实质 你可以看一下我不承认损益 这个是具有商业实质 所以我就把换出资产的公平价值 跟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来做比较 来决定出我的普分损益 或交换损益 好 所以切带方一定会平衡 不平衡就表示第一手写错 我这示范我写好一遍好 不错 写对应好 我大概看到它是40万 好 就是如果课本上面那个例子 改成是具有商业实质的话 我的会计记录怎么做 那你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差二年的下半年里的折旧费用怎么算 因为我的账面价值在这里 新的机器的路上成本在这里 好 所以呢 差二年底下半年我体内的折旧费用 是三百万去乘五分之一 因为没有残值嘛 所以三百万 那又年限是五年 差二年的下半年 三百万乘上五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半年 所以呢是三十万 然后差三年呢 好 一整年三百万 去乘上五分之一 所以是六十万 就这样子哦 好 如果这个例子把它完全改成是 具有商业实质的分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子 这半年这三个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都不一样了 好 因为你入账的金额不一样 好 万金来的资产和入账金额不同 是 你来解答写的资产被移动不一样 好 好 我看一下解答 好 我看一下 好 好 好 他呢 没有把它考虑到一个是 他半年的问题 好 基本上他的整 就是说他的年度当中取得 一种方式是像我这样子写 另外一种方式就像年书合计法 记得吗 我们年书合计法是不是讲说 因为他是跨年度 好 这一名 联续合计法呢 写法 好 因为呢 我是X0年的6月30号取得的 好 所以呢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到X1年的6月30号才是整理 X2年的6月30号才是整理 X2年的6月30号才是整理 X2年就每一年呢 他都是 一半 好 有两种算法 择就没有的计算 年度当中 只有倍数余额地检法跟定律检法 地检法可以二选一 如果是年书合计法就没有 他一定是什么 因为我的年度结束日是12月31号 对 我说呢 屏幕上面如果没有特别告诉你的话 你的 废员 我现在是精彩的 很高兴 这